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焦点新闻 解放军这几天在台岛周边的连续巡逻活动 引起了岛内的高度关注 台媒宣称解放军各种主力战机从北到南 不同的方向多批次地越过海峡中线 解放军的军机活动再现新的高潮 接连两日大规模越过所谓海峡中线 很可能是在进行针对性的演练 台湾防务部门在2号发布的消息就说到 从2月1日到2日 解放军一共有23架次军机 四艘军舰在台海周边活动 其中17架次是越过了海峡中线 及其延伸线进入了台西南空泳 包括苏30战斗机三架次 殲16战斗机八架次 运8反潜机一架次 运8电征机一架次 空警500预警机一架次 殲11战斗机两架次 BZK005无人机一架次 台湾自由时报在2号描述说到 三架苏30战斗机自海峡中线北端越线 8架殲16战斗机 则兵分三路至海峡中线南端越线 台湾风传媒网站就认为 从台军发布的解放军军机航迹 试图来看 苏30和苏16战斗机对台军形成南北夹击 而运8反潜机部分殲16战斗机 运8电征机飞入台西南防空识别区 其中运8反潜机和运8电征机 军在飞行相当距离之后 才从相似的航迹飞返 应有针对特定海空域实施战场经营的意图 台媒还注意到 BZK-005无人机 是直接从台湾南面的巴士海峡 飞入台防空识别区 和过去解放军军机主要 集中在海峡中线 或者是西南空域活动来相比 绕台的来向持续扩大 航迹更为复杂 同时也都凸显了解放军 大型无人机的飞行距离更远 令到島内媒体关注的是 这个已经是解放军军机 连续第二天在台湾周边密集活动 台湾新投学网站也说到 根据台湾防务部门的统计 1月31日6时至2月1日6时 解放军出动军机34架次 其中越过海峡中线及其延伸线20架次 军舰9首次 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 仅次于1月8日解放军东部战区 在台湾周边海空域组织 诸军兵种联合战备警巡 和实战化演练的28架次月线纪录 其中两架苏30战斗机 在海峡中线北端延伸线活动 殲11战斗机两架次 殲10战斗机四架次 殲16战斗机六架次 分五处越过中线 两架次运8电阵机 在东沙附近活动 在西南防空识别区活动的 还有BZK005 BZK007无人机 及运8干扰机 反潜机各一架次 台湾TVBS网站就说 在一日越线的解放军军机里面 苏30战机对应了花莲空军基地 殲11、殲10和殲16战机 就对应了台军新竹空军基地 在西南空域和东沙活动的解放军军机 和无人机 就是针对台南和屏东 九旁基地和巴士海峡 具有浓厚的包夹意味 岛内媒体总结就说到 解放军今年1月 擾台23日 使用14种机型 126架次 出动最多的机型 是殲16 总共有41架次 同时出动各种无人机 16架次 每次都与侦察机搭配运作 解放军可能正在演练 载人机和无人机 配搭使用相关操作的准则和模式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 专任副研究员 苏子雲表示 解放军近日擾台出动的机型 很多 带着实际作战演练的意图 比如北边有苏30战斗机 西南有电子作战机 和无人机 就意在显示对台湾 南北都有空中的打击能力 台湾中华战略前瞻协会 研究员杰纵表示 解放军出动了 殲16这些战斗机 长航程的无人机 和干扰机 电子侦察机 可能是进行海空无人机的 联合电子作战训练 解放军军机未来在台海中线 尤其在中线最窄的台北到新竹之间 出现的频率更高 按照岛内媒体的说法 从台湾岛的东北到西南方向 解放军军机同时对应的有 台军花莲空军基地 新竹空军基地 根据2月2日台湾防务部门公布的 解放军1号巡台轨迹图来看 虽然解放军军机不再好似以前 一日连续12处穿越海峡中线 而从海峡中线南北两端穿越的动作 仍然是非常明显 例如 苏30战机直接从台海中线的最北端穿越 殲16战机就从台海中线的南端进行穿越 所以南北夹攻台湾岛的动作仍然是很明显 老内防务专家苏子云表示 解放军军舰军机在台海周边的活动情况 向来与国际局势的变化有关 近期外媒热炒美国众议长麦卡锡 意图在今年春季揣台 解放军突然派遣军机大规模穿越台湾海峡 从军机配置上来看 既有展示肌肉 又有进行实战化演练的意思 台智库研究员揭纵认为 这次在西南空域活动的解放军军机 还包括几架运八反潜机 干扰机和电晶机 以及无人机 说明解放军很有可能 是在那里进行联合电子战的训练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 在这一次的台岛周边的军事行动里面 解放军运八系列飞机和无人机的活动范围 是远超以往的情况 旁迹也都更加复杂 解放军运八特种电子战飞机 非常有可能是在那里演练 战时发动的时候 对敌方目标先行电池压制 瘫痪敌方重要的目标的战场感知能力 以及通讯的体系 至于解放军的BZK-007无人机 根据相关信息显示 这架无人机在相关空域连续重航时间超过了11个小时 充分显示了它优异的长航时制空能力 而且这架无人机进入台湾所谓防空识别区的方向 也都跟以往不同 它的航迹令到台湾防务部门是摸不着头颅 军事分析人士认为 从目前已经连续两天 在台海周边大机群的活动特点来看 解放军这一次军机在台岛西南空域的活动 第一次触及到在东沙的概念 解放军军机隐隐约约的战术意图 就是试图切割台湾本岛和周边外岛的联系 不排除接下来台海局势情细继续恶化的时候 解放军会有切割封锁台湾的外岛 比如东沙以及澎湖列岛的军事行动 综合集团消息 2月2日 巴基斯坦举办卡拉奇核电站3号机组 K3落成的仪式 中国核电重大创新成果 中国自主三代核电 华龙1号出口 巴基斯坦两台百万千瓦机组 在建成投产之后 正式交付霸放 卡拉奇K2K3是巴基斯坦规模最大的核电站 亦都是巴基斯坦第一个单机组百万千瓦级电力工程 由中核集团中国中原对外工程有限公司总承报 2021年5月20日 K2基组正式进入商业运行 2022年4月18日 K3基组成功临时验收 自商运以来K2K3基组项目 全周期为当地提供就业纲位6万多个 以累计发电近200亿度 满足当地200万人口的年度生产和生活用电需要 环保效益相当于直树造林 1.4亿火促进巴基斯坦当地民生和经济发展 对优化巴基斯坦能源结构 推动实现全球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和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危机具有重要意义 2月2日是世界湿地日 国家林业和华园局宣布中国新增18处 国际重要湿地 包括广州海珠园 国家湿地公园 深圳福田红树林等 目前国内国际重要湿地总数达82处 总面积764.7万公顷 居全球第四 自1992年加入湿地公约以来 中国积极应对湿地面积减少 生态功能退化等全球性挑战 十三五期间安排中央投资98.7亿元 收服退化湿地面积46.74万公顷 新增湿地面积20.26万公顷 去年湿地保护法施行 中国湿地保护进入法治化轨道新阶段 近日中国航天科工集团 有限公司航天建设所属 航天设计 还标海洋观测 卫星地面系统 海外卫星地面站建设工程项目 还标金额4395万元 该项目由国家卫星海洋应用中心 在南极中山站成建 是航天建设与国家卫星海洋应用中心的 又一次深入合作 是航天设计深入探索海洋卫星领域的 又一里程碑 亦都是积极落实中国十四五规划 和2035年远景目标干要 所提出的积极拓展海洋经济发展空间 加快建设海洋强国 要坚持陆海统筹 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中山站不仅是中国南极考察的支持点站 亦都是中国开展南极内陆考察的大本营 由于这个项目实施难度较大 项目组的成员曾经随国家第35次南极考察团赴南极中山站 完成了为期47日的实地考察工作 大家好,石楼台已经简化了订阅流程 不用验证电邮 想附订石楼台会更加方便 我们也都优化了视频课放器 网速比较慢的时候 也都可以看得流畅些 如果有任何关于订阅或者使用的问题 欢迎你们联络我们 你又可以在香港办公时间 致电3181-3890 或者用画面上这个地址 发电邮给我们 石楼台有很多独家内容 例如10分钟看中国是其他媒体 比较少讲的中国新闻时时分析 石楼台欢迎全球观众订阅 在互联网搜寻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的网站 就可以找到石楼台 希望你们都支持巴士的布 订阅石楼台 多谢大家